老板老板 我的奥特曼被比比东给打坏了 你快帮我修修吧 小五妹妹 别伤心 别难过了 这个比比东 他又欺负小五 你看 把小五妹妹的奥特曼 胳膊都给打断了呀 咱们给他拆下来 装上一个新的 小五呀 快看快看 我给你修好了 哎呦 小五妹妹 高兴的都蹦了起来 快回家玩去吧 这不是567吗 乖乖 567 你的奥特曼 怎么这么惨呀 头还少了一块 胳膊也断了 什么什么 也不是 被比比东给打的呀 哎呦 别上机 别难过了 我来帮你维修 换上新的胳膊 再给他选择一个坚固的头 哎呦 这不是钢铁匣吗 哎呦 装在一起 肯定特别坚固 再也打不坏了 哎 这567 怎么生气 直接给扔了呀 喜欢小五妹妹点这里 这里跟小五交朋友 为小五加油 老板老板 我的奥特曼 被比比东给打坏了 你快帮我修修吧 哎呦 我去 比比东 把三哥的奥特曼 也给打坏了 你看 这腿断了 头还少了一块 三哥呀 别上心 别难过 我来帮你维修 新的腿 给他装上 再给他选一选头 哎 你看 这最下边 有一个小五的头 哎呦 放在一起 合成之后 三哥呀 肯定会特别高兴的 三哥 快拿走吧 哎呦 我天 这家伙生气 直接给扔了 还说 要拿浩天锤锤我呢 哎呦 别锤我 别锤我 三哥呀 我知道错了 来 我再给你重新维修 原装的腿 全部给他维修完好 三哥这下 肯定会特别高兴的 千万别拿锤子 再来锤我了 我可怕你了 哎 快看呢 这不是比比东吗 乖乖 这家伙的奥特曼 也被打坏了呀 原来 他的腿断了 胳膊也断了 哎呦 还哭着鼻子 非得求我给他维修呢 比比东 你正常欺负小五 他想让我给你维修 今天就要你好看 胳膊腿 给他装上 再装着一个大鱼头 哈哈 这样合体呀 比比东肯定会气得哭了 你看维修完好 比比东气得直接剁脚 哭了回家找妈妈去了 哈哈哈